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十一點半到凌晨一點 恐怖在線 Happy New Year 2019 大家新年快樂繼續支持恐怖在線 希望大家新年來臨的說話一切順利身體健康 記得要繼續支持我們的小本經營獨立網上電台 希望大家繼續 如果真的不想付費看 另一個支持我們的方法就是多看我們的YouTube 大家都知道 因為只要我們上載影片上YouTube的話 如果你能夠看完整條影片 看完廣告 對於我們也有一個無線收入支持 我們現在有某部份的收入都是來自這條YouTube的頻道 只要大家看多一點 我們的視頻高一點的說話 是真的幫到我們在收入上面有一些來源 記住不要忘記一些廣告 看多一兩分鐘 當作幫補一下 如果你不支持我們的月費計劃的話 其實我們YouTube的頻道 現在看下去都開了幾年 人數是剛剛在過去2018年是有上升的 比例是快了 比以前是快了 但是相對其他的YouTuber來說 我們還是一個嬰兒的階段 因為我們現在都未夠9萬人 即訂閱都未夠9萬人 但相對香港很多YouTuber 我都不會說世界各地 他們可能一分鐘有十幾十萬 幾十萬 他們每一條YouTube影片 可能是一天兩天就已經超過十萬八萬 即是很多 我想而知他們收入都幾何貫 所以我們都要慢慢繼續努力 務求把我們的YouTube影片 多一些人去看 講一些YouTuber 第六位這段影片就習慣了 因為這件事都挺有趣的 其實我不認識這位YouTuber的本來 但是有很多人 可能看他們又看我 看到這個YouTuber曾經住了一個地方 就說我們原來住了一個凶宅 鬧鬼 到離開的時候他就拍了一些影片 就說我們這間店有什麼 然後有些人就發了一條影片給我 說不如Almond你找他們聊天 了解一下他們的凶宅 於是在這樣的穿針引線下 真的聯絡了這個YouTuber 而我還沒見到這個YouTuber之前 我就在他的影片裡面的資料 我就知道他原來住過哪一間屋 於是我自己一個人走上去 去找他那間屋 然後YouTuber就看到 原來我去找他那間屋 所以促成了他有一天 在8月16日那晚 就上了來我們節目 說回他在碼頭圍那間屋的事件 記得嗎 沒錯 就是Sunny和Creamy 其實我那天下午就走上去 可以看小片 你們有沒有看過 有 我打算怎麼進去 剛好有人裝修 順理成章就走進去 由於我知道上面那個空宅是多少樓 因為他有寫出來的空宅網 我一下就上了15樓 但我不知道哪間屋 後來我拍了回來之後 原來我有一個認識的圈中朋友 他也是住在這裏 住在15樓 他應該是樓上一點 他說當時那間單位發生爆炸事件 他還看著 我聽到 他說他自己爆炸大火 是啊 他住在哪裏有事 我知道原來就是這一層樓 但我不知道你住在哪一層 我覺得很厲害 你逐層數 我逐層數 沒有辦法 如果我吹水 然後說其實我住在樓上 那你就摸門 是啊 很幸好我夠誠實 我們是誠實派 是啊 我就一路一路走一路走 那誰呢 結果就讓我認到這個單位 就是這裡 真的有大股臭味 很臭 你看到旁邊是會有香薰擺路 但是完全沒有用 香薰擺路 你們擺的嗎 不知道誰就擺 是嗎 我懷疑是上一手擺 但我們沒有碰過 四年都沒有碰過 還香 已經臭了 其實你們住在那裏 應該是新的住先 我住先 你完全是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沒有留意過 因為其實我看這個單位之前 我自己看了三個單位 就是第四個 那三個單位其實我進去都很不舒服 有一間本身已經臭 就是很臭 然後又是 然後有一個人進去都很穩 然後有些人很頭痛 覺得很不舒服 總之每一間都覺得很不舒服 有一間簡直覺得 好像有些人跟著你 你有感應嗎 從來都沒有 我一向都沒有 覺得好像很不舒服 總之就是 所以我看這間我就最舒服 不要想 租這間我覺得挺好 又近 其實最主要是近我親戚 近我阿婆 近我阿婆 所以我可以經常看我阿婆 所以我選了這裡 但是當時便宜不便宜租 都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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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起其他都是便宜的 其實都是便宜的 因為隔壁出市單位 我當時不知道 我覺得又便宜租 那我就選了 很便宜 其實真的很便宜 有沒有便宜的三分之一 因為他多年加了幾次租 最初的時候 八千多元 那市價呢 市價其實也有九千幾一萬 那時候也是 年輕人就沒有你這些 我看你的影片 其實你不是朋友上來 說有感應 根本你也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還有我朋友說有感應 因為他經常都 稀皮笑連說笑 傻傻的 所以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都覺得他是開玩笑的 還有很多人 一來到看到這樣的屋 可能都會說很害怕 也不是說有感應 但我又覺得 沒有所謂便宜租 但是直至有些事情 就是這麼古怪的 就是你們一不發現 就當作沒事 但是可能一搬走 就好像有些事情 回想回頭 又好像不是沒有試過 沒錯 試過有什麼發生過 我經常拍一些 都市傳說的影片 即是有些一個人捉迷藏 那些 很邪釘的那些 那時候 其實我拍過兩次 這條影片 那這條影片 為什麼我拍兩次 第一條影片 第一次拍的時候 是我剛剛開始拍片 我想嘗試拍這些片的時候 沒有人看的 只有五十個人看 所以我又剷了 然後我又拍到第二條 兩條影片都同一 正常來說 劇情沒有理由一樣 你玩 就是這樣 但是它也是 眼燈會斬 是 我有一間桌 有彈很大 就是好像這些 然後那些燈就在那裡斬 應該我們可以 剪出來的 因為你有一條影片 就講這個空窄的時候 你就拿回舊片出來 我們都找到一點 都可以一起看看 當時 是 找出來的 是啊 哈哈 給大家看 我們等一下再講 你回去舊屋拍攝的時候 那些怪事 但是就是說 你拍都市傳說的時候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這是舊屋那裡 這是舊屋 當時回到那裡 回到那裡的時候 就 好像被人掩著 是啊 後來才知道 剪片的時候才知道 剪片的時候才知道 我們很清楚聽到 是啊 好像有一層沙 是啊 但是咪咪從來都沒事 是不是 一向都不會有什麼 好了 這裡 這裡 經常都會有些很奇怪的事情 我看回 應該要找回那條影片 才會看到 更清楚 是啊 那條影片會更清楚 好 那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總之就是拍在這裡的時候 是的 就是燈會閃亮的 是的 又會有些點蠟燭的 它會錄到 會有人這樣吹 所以它的蠟燭 有沒有關掉 那個蠟燭這樣動 激動 激動 但是有人在咪咪那裡吹 都市傳市的片 都有 但是那時候 經常都會覺得 可能是 這樣對 又或者是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 是的 第六位就是這條影片 嘉賓就是YouTuber Sunny 和Creamy 標題就是 駐正馬頭為空宅隔離 原來有很多怪事 令到這條影片 對 六位數字 立即變成 十萬零一千四百六十四個視頻 直至我們 下一節數為止 超過十萬 這條影片 剛剛去到另一個層 這個數字對我們來說 都非常鼓舞 這條影片到十萬 都算很多 對於我們 這個初生的YouTube 頻道來講 其實也是的 為什麼 這些叫少許 借力打力 我也都 因為知道 我這條YouTube影片 未必是很多 年輕人看的 可能年輕人未必認識我 但是很多都是 看Sunny這條影片 自從這條影片出街 或者邀請Sunny上來之後 有時候在街上 很多朋友說 我看到Sunny這條影片 我看到你 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然後可能他們 就訂閱了我們這邊 所以 雖然我 在這一行 都做了這麼長時間 但是有時候 未必接觸到 不同的一些 階層的朋友 尤其是比較年輕一點 所以 我也很感謝Sunny 他們肯上來聊天 令到 他的觀眾 又認識到我們 互相幫忙 而且我也知道 Sunny 這條影片 說是空宅 那條影片 都很多人看 所以靈異的事情 其實都 某程度來講 對很多人 都有一種 怎樣說 就是 好奇 要害怕的 要聽的 這樣 多謝他們 空宅人聊天 也大熱了我們 這個頻道 當時有多人去看 或者訂閱的 好了 第六位 講完之後 跟著下去 這個職業的朋友 所講的故事 大家都很喜歡聽 第五位 沒錯 是一個什麼職業呢 就是地產經紀 因為地產經紀 也都吃回 剛才第六位 那條碼頭的空宅 因為地產經紀 基本上會知道 哪個地方是空宅 而我們也都會租樓 賣樓 周圍住的時間 都想知道 那一個地方 有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有時候 你說上空宅網 基本上未必那麼清晰 知道所有的資料 所以 很多時候 都會打探其他方面的資料 原來地產經紀 他才知道 所以地產經紀所講的故事 大家都會喜歡聽 佔據著第五位 就是這條片 在五月二日上YouTube 當晚沒有嘉賓 但是有位朋友 在電話裡面說 這個地產經紀 原來很多鬼故事 包括了青衣和黃埔 這兩個地方 因為兩個地方 都是很多人住 屋遠的地方 所以這麼多人看 十萬來九千二百五十個視頻 佔據著第五位 先聽這個精華 可以說回青衣一帶 那幾個屋遠的靈異事件 是嗎 或者說回上次美景花園那件事 好 話說那時候 其實都入行不是很久 然後去幫業主租了一層樓 租出去 大家在那裡聊聊聊天的時候 後來他說 其實我自己住的那層樓 其實有鬼的 那我心想 不是吧 你怎會說這些東西給我聽 那我也想八卦一下 那我問 什麼事啊 那他就說回 他那個寶寶 那我不記得幾歲了 因為都在說十幾年前的事 應該是兩三四歲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然後就跟他說 媽媽媽媽媽媽你看看 窗外面有個公仔人頭 在那裡飛飛飛飛 然後媽媽媽媽媽看看 但當然見不到 應該是 自己跟舊道個叫她 跟我聊天的業主 跟我說 他剛剛那個業主寫 其實他留在這個單位也很奇怪 他可能坐在家看電視,總之沒有什麼,情勢在很正常的情況下 無緣無故自己流淚,哭好像很慘 可能發生一些事情很顧戒 後來他就搬,搬走了之後也沒有聽到小朋友說 見到小小孩在飛來飛去 我想問你,你說你跟他做了一宗生意 那是否就是賣了單位的時候告訴你 不是,是另一個單位 他住的那個 他那個單位是望山的 我那時候也聽人說,望山的單位是斜的 會不會是風水問題呢? 第一,如果你望山,壓迫感比較大 而且你沒有東西看 很黑,沒錯 還有好像有些電纜那些 很近的嗎? 好像是,我不記得很清楚印象之中就是 那我就聽你們說,好像風水都不太好 是的,你電纜那些,你那麼多 可能又有輻射 我不敢肯定是否真的有 好像印象中是 因為真的很多年了 嗯,OK 另一個單位 你想我說回我做黃埔那裏 還是繼續說青衣? 青衣先,黃埔你稍後時間 等黃埔人等多一會 OK,好,沒問題 然後說回一個,就是我同事的經歷 就是他們發生的經歷 嗯,之前也說過 那時候就賣樓花 就是一個叫做海恩花園的屋苑 然後就收樓了 陸陸續續有些業主 就會放一些鎖匙 這樣引出來 大家收到的鎖匙 當然是要去看看 就是要去將來介紹給客人 那我的同事就拿著鎖匙 就上去其中一個單位去看樓的時候 一開門 哇,然後他就真的害怕得不得了 就是看到當時地上 就滿布的啤酒罐 就是,是的,都掉在地上 那樣,已經覺得是這樣的 然後後來他再看的時候 就發現,我上次在Email裡也說錯了 其實他是看到那張叫做 人家的零車 零車的車頭照 那張很大張的 是的,是的 然後就看到 哇,有一張零車的照 放在單位上 但是他是零零射射放在那裡 還是可能是不小心放在那裡 他不是刻意放在那裡嗎 知道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為我沒有問 他們說回給我聽 我只是說出來 總之他一打開門 看完啤酒罐 就看到那個零相放在他面前 然後他之後就說 發覺覺得那張 車頭照的眼睛 不斷跟著他走 不斷看著他 所以他之後就立刻關門走人 哇,真是夠恐怖了 恐怖啊 那些啤酒罐都扔在地上 無端一打開門 就看到那張車頭照 但是業主沒有理由這樣放的嗎 你以為 正常就是 不會的 你嚇死人嗎 是的 可能或者他太傷心了 我還未交代到最後 原來之後就知道 那個業主兩個人 即是兩夫妻 就打算買來新婚自住 誰知道 之後就在收樓 還未收樓之前 就難產死了 那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傷心過度 就是這樣就不清楚了 即是他放了這個單位的時間 沒有多久了 他在未收樓之前 就說已經是難產死了 是的 所以可能就是這樣 或者剛剛入貨前 這樣 他就把他的車頭照 放在單位上 不知道 那最後這個單位 要不要再出 或者賣不再出 那我不記得了 也沒有追究了 最後那個情況 即是聽他們說完就算了 OK 好 這個都令人害怕 真的 害怕 雖然你不知道是不是空窄 還是什麼 但是你這樣的層次 你都不夠膽 再有地產手上去看 是不是 是 正常都是 沒有理由這樣 搞這些事情 不過 我想他真的可能 因為他不夠膽心 所以做這樣的行為 不知道 OK 好 你聽到這個個案 我也覺得 也挺淒酸 關於青衣那個 尤其是 就說到一對夫婦 打算買房子 誰知道 太太 在未搬入這個新屋之前 就已經是爛產 死了 那個先生 就太懷念他 於是 就在屋裡 等了一張大頭照 在那裡 打算紀念他 即是是妻孫 但是妻孫得來 真是恐怖 大哥 別人看房子 竟然看到一張大頭照 你不害怕 其實也挺難想像的 沒有理由板渡 所以 我不知道這間屋現在 有沒有機會再租出 因為如果一直放在那裡 說話 嚇死人 沒有人夠膽租 對不對 紀念還紀念 如果你都想 出租房子 或者買房子 就不要這樣放了 這樣 這個個案都很深入印象 佔據第五位 好了 接下來 去到第四位 這條片 這條片 我要很感謝我的表弟 是他當日告訴我 其實我跟他都不是經常見的 最近Touchwood 在2018年 他爸爸走了 有時候就是這樣 親人 白士 紅士 才見面 他說回 他做一間尖沙咀酒店的個案 我覺得挺恐怖的 牽涉到酒店的外籍高層 遇到一件怪事 他就肯在電話裡跟我談 結果 就令到這條片成為了2018年 在我們的頻道裡面 佔據著這個觀看數 是十一萬幾 十一萬零七十一個觀看 來了 第四位 好 那怎麼辦呢 最近也有點課交 是啊 說回來 大概大概有二十七八年前 那不是最近 很久了 很久了 因為那時候是做酒店 是一間在香港很出名的 尖沙咀 就沒有酒店 現在沒有了一間酒店 就可以開名的 沒有了 沒有了 他有的 但是不在那個路 是啊 那沒有了 好啦 尖沙咀 現在變成了一間 英文字頭的購物店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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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其實就出現了 最刻骨銘心的 就是有兩件事 首先說第一件事 有一晚 我就反紅燒 忽然之間 有一個外國人 近乎是全身赤裸 沒有穿衣服 他只是生氣 都沒有綁得好 的情況下 他衝下來 他就要求轉房 那問他什麼事 他就說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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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host 這樣嗎 是的 Ghost 他就很 因為見他是整個人 你知道白人 還要加上臉青青的 真的好像光管那樣 那就要求轉房 當然 做酒店來說 就不會說 拒絕客 除非真的是全家 就跟他安排轉房 就說 你現在上房 收拾好自己的東西 我們幫你安排轉房 他就說 不要了 你現在給我一間新的房 你們幫我進去收拾東西 我不會再回去那間房 按照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也是安排到另一間房 找同事上去 跟他收拾好東西之後 就送過去他自己住 新的房 舊的房間 我們也要進去查一查 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時進去 那個洗手間裡 那個洗手間裡 那個花灑那裡 是沒有關掉的 整個洗手間 都是很多水晶器 在那裡 當時我們看到 那個洗手間裡 那個鏡子 都沒有 我想問 你也是在現場 我也是在現場 你直接目擊整件事 是的 明白 明白 是寫了下去的 然後水晶器一蒸就會現出來 沒錯 當然我們就洗了時間 先關掉水 關掉它 然後等待整個洗手間 就沒有下氣了 我們再找玻璃水也好 找什麼都好 就清掉鏡子之後 就想著再試一下 再蒸多一次 看看會不會 做到效果好不好 無謂被人投訴 或者其他事情 誰知道在我們再蒸的時間 這個蝦話要同樣地出現 我想問 你們是否已經試過幾次 或者以往經驗 如果你擦掉了 根本不會再出現 是否試過 是的 絕對是的 拿玻璃水也好 甚至拿漂白水也好 擦完查完之後 正常是不會再出現 但是當我們再一次蒸的時間 就出現了 How are you 一樣在 再加多一句 I can see you 不是吧 是的 喂 這樣就真是搞不定 我現在說我的活動 是啊 是啊 就是這樣要告訴你 他看到 看得到你們 是啊 所以這一刻 我們三個人對望了 我想都沒有三秒 然後大家一齊就離開這間房間 那你們在這裏做 你不是普通員工 即是你不是普通主客 那你們一定會查 那間房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有這件事 有沒有再追查下去呢 其實這一間酒店 因為它的歷史真的很久 其實在這裏做事 是很多很多的一些靈異事件 都有發生的 時遲都有的 那 基本上可能 譬如有一些很高大的花瓶 差不多整個人那麼高的 可能五呎的一個花瓶 你走過可能會有東西 忽然拍一拍你 那些 譬如有一些很大幅的畫 這樣 又會有人報 就說 為何那幅畫裏面那個女生 不見了 這樣 報的意是 他們發現員工 是的 譬如一些PA阿姐 或者一些Housekeeping的同事 他們會說 報石Q 不知道為什麼那幅畫裏面 那個公仔不見了 這個其實都 挺出名的 這幅畫的女生 是穿著一套青妝的 放在哪裏呢 是一個總統套房的門口 就是斗廊的盡頭 就是一間總統套房 那他就是掛了總統套房的門口 其實如果做過這間酒店的人 一說起這幅畫 都知道是哪一幅畫 即是很大幅畫 每人都會看到 那個青妝的女人 是的 也有人言之作作說 看過他出來走過 但這個我就未見過 OK 是的 這個個案都挺恐怖 令到一個外籍的人士 他都相信有鬼 因為他兒子看到 那件事 甚至乎驚動到 他們有些處理 由於是一個親戚 自己告訴我 我相信可信性都非常高 還有尖沙著一帶 大家都知道 尤其是 他說的不是半島那間 半島大家更加知道 歷史背景 但其實那一大酒店 都記得這些壞事發生 雖然我們香港人 比較少機會入住香港酒店 但由於都挺貼近自己的生活上面 還有自己的地區 所以聽起來 都是挺深刻的 所以去到我們 這個位置 第四位 是十一萬 超過十一萬 鬆一點的 YouTube的頻道 如果你還未看的話 記得想看精華版本 就可以上去我們的YouTube 題目名叫 尖沙咀 這間酒店晚鬼道 老小的兒子被鬼買 沒錯 如果你想聽完全部的說話 當然希望你可以 從2019年開始 去參與月費 支持我們M1print.com的恐怖在線 回來之後 進入到最後一個部分 就會數給你看 1 2 3 究竟哪三條片 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裡面 這個數字是爆升的 剛才那些都是 上上下下可能是幾千 一個慣喉 但是一會兒冠軍那條片 只剩幾萬 幅度比較大些 好 回來我們最後一次見 潘小重恐怖在線 潘小重恐怖在線 有機會